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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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或许说明入境马来西亚的通关者多数是马来西亚的游子 而不是来自失城的旅客 新山陈世年文化接业者认为 失城游客不会那么早进来本地观光 一般都在傍晚或晚上才会入境 他们也指出当边界开放时 首批入境的多数是在对岸工作的游子 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家人相聚 而不会到游客区人挤人 老街要恢复遗忘的人流量还是要一段时间 接下来 柔佛州公共工程交通及机设委员会主席 莫哈默法兹里披露 从本月一日起 该局将为没有交通的月底组提供免费的接驳巴士 这项安排将为期一个月 他透露在公共交通逐步恢复日常通行前 免费接驳巴士将为月底组提供方便 他表示 这项交通便利已经获得新加坡方面的同意 接驳巴士在这个月内会在长堤上往返 莫哈默法兹里也提醒 苏丹伊斯干达大厦周边装置了很多壁路电视 民众在入境前可以通过该大厦的官方网站观察 长堤的道路状况 以便事先策划好行程 最后 新山市区大城市广场上午传出火警 由于正好有大批民众在广场内的城市转型中心 也就是UTC 办理各项事务 管理层迅速通过广播要求民众及商家等全部紧急疏散 庆幸大家仅仅是虚惊一场 上述火焕是在早上10点40分左右发生 当时广场内有超过500人 不过众人在听到广播后已陆续安全疏散 最了解火灾起源于一辆停放在该广场三楼停车场的第二国产车 火烧车事件发生后滚滚浓烟随即窜入室内 使广场内弥漫着阵阵白烟 目击者指出当时他和许多人在三楼的城市转型中心办理事务 间中突然传出广播要求民众即刻疏散至广场 他说当所有人包括商家等全部疏散至广场外时 他才发现原来有超过500人这么多 所信大家都安全离开在场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通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新周网 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